歡迎收看每日的焦點新聞 全球最大社群平台Facebook、Instagram和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 昨天深夜無預警下全線癱瘓 經過了7小時搶收後才逐漸回復正常 Facebook的創辦人朱克伯格今早發文道歉 他在貼文中說,對於今天的中斷 我感到抱歉,我知道你們有多依賴我們的系統 來和你們所關心的人們保持聯絡 Facebook隨後也發聲明說 否認受到黑客攻擊 否認有人試圖獲取用戶數據 表示在公司和數據中心協調的網絡流量主缸 路由器配置變更出錯 導致通訊中斷又重新用戶數據並無受損 除了引起大量用戶的哀號 連Facebook員工都受到影響 《紐約時報》引述一名Facebook工作人員說 今早早有員工因為職員症失效 無法進入辦公室大樓 又指無法評估今次網絡大癱瘓的嚴重程度 不過社交平台和通訊軟件毫無預警下全線癱瘓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指出 Facebook應該檢討修復時間過長的原因 方寶橋相信由於更新路由器設定出現問題 導致無法進入Facebook自身的數據中心 他認為事件並非涉及高技術的問題 但情況就持續了六個小時 對全世界的用戶造成了大量影響 並指Facebook應該要檢討修復時間過長的原因 他建議依靠Facebook服務營運的公司或業務 應該制定後備方案 在Facebook出現故障時要轉用另一個通訊平台 再看看其他消息 菲律賓強人總統杜特爾特宣布退任 不如我們一起跟巴士的布總編輯你和談談 李桐牙 杜特爾特在任期間對中國採取了冒食政策 離任後會對中非關係有什麼影響? 你好阿杰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早前說 明年6月任期戒門之後 他將會從政壇引退 杜特爾特是很有個性的國際政治人物 他以鐵碗手段打擊國內的罪行 由奉行獨立的外交 不親美而建築於世 外界都關注他退出政壇之後 菲律賓內政和外交 將會何去何從 在杜特爾特放出震撼消息沒多久 杜特爾特透露他的女兒 薩拉杜特爾特將會在2022年總統大選中 和副總統候選人克里斯托弗吾搭檔參選 薩拉杜特爾特日前是菲律賓第三大城市達玉市市長 這是杜特爾特問頂總統寶座的大本營 而薩拉在2日申請競逐連任市長 根據菲律賓的選舉規定 參選者在11月15日前仍然可以退選和替換 大選時間更遠到明年5月9日 也就是說菲律賓下屆總統的選舉格局仍然充滿了變數 鑑於杜特爾特總統任期仍然將近21年 而他的內外政策會否延續是值得期待的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主任 周時新分析杜特爾特主動放棄競選 說明了他對下一任總統的歸屬和他採取的 治國理政政策措施具有較強的信心 如果他的女兒薩拉杜特爾特參選 並且最終當選總統的話 未來菲律賓對華政策將會具有更強的延續性 也極大可能推動中非關係進一步發展 杜特爾特在2016年上台執政以來 西方媒體有關他的報導 從來都是不乏爭議性的 但無論他的支持者也好 反對者也好 沒有人能否定他是一位富有勇氣和意志的總統 對於對內就是整肅社會的環質 對外就是奉行較為獨立的外交政策 是杜特爾特在上台之初的誓言 這也可能是他為菲律賓政壇留下的寶貴遺產 杜特爾特執政五年多以來 就是採取了和中國進行了無實合作的政策 促進了菲律賓的國家經濟發展 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中非之間堅持同舟共濟的精神 推進了一系列的合作措施 不僅是幫助菲律賓緩解了疫情 而且是為疫情之後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在10月1日 菲律賓政府採購了第27批 一共250萬劑中國科興的新冠疫苗 雲底馬尼拉國際機場 自此菲律賓一共收到了 4,150萬劑科興疫苗 以及100萬劑國藥疫苗 2016年中國就超越了日本 成為菲律賓最大的貿易夥伴 而且一直都是穩居榜首的 中非越加密切的經貿合作 不僅是為菲律賓抗擊疫情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亦為菲律賓經濟社會的復甦 創造了較為良好的條件 總體來說 杜特爾特退出大選 並不意味著 他對菲律賓政壇的影響完全消失 更不意味著 他執政期間 與中國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所取得的成就和效果 將會消失或被抹殺 不過學者周士申也提醒 中非關係的穩定發展 仍然存在一定的變數 其一是南海問題依然是最大的風險 杜特爾特政府在南海問題上 採取非常務實的政策 一方面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溝通和協商 協調雙方的利益關係 並且尋求可能在杜特爾特執政時期 中非兩國維持的南海安全和穩定 但取得的進展亦較為有限 第二就是最大的不確定性 就是來自美國對菲律賓和對華政策 由於多重因素 美國對菲律賓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 仍然較大 如果下一屆的菲律賓總統 不能像杜特爾特一樣堅定和穩健 以菲律賓國家利益為基礎 推進內外政策 就有可能被美國所引誘和拉攏 甚至是綁架 喪失了菲律賓作為主權國家的戰略自主 目前依然菲律賓下屆總統的選舉形勢 仍然有待觀察 但無論如何 杜特爾特強悍而務實的執政路線 為基取得了成效 足以成為下一任總統提供榜樣架 謝謝李彤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星期一 展述拜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 新華社報導 戴琪星期一在美國的智庫戰略 和國際研究中心出席活動時表示 美方無意激化和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 她還提出美中兩國應該長久共存的概念 尋求開闢改變美中雙邊貿易格局的新路徑 在隨後的問答環節 被問到美中經濟脫鉤時 戴琪說全球兩大的經濟體停止貿易並不現實 美方可能要思考的問題是 我們要尋求哪一種再掛鉤的目標是甚麼 報導又引述 美國智庫比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卡里克夫鮑爾表示 戴琪講話內容有積極的因素 比喻談到再掛鉤而非脫鉤 美中關係必相共存 以及為中國宣美的商品給予加徵關稅的豁免 不過有一些美國商界的團體 則對戴琪未有明確提到取消對華加徵關稅 感到失望 本港疫情緩和 但至今仍未能與內地通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明白到大家關注通關 形容與內地通關比國際通關更為重要 林鄭月娥又說 控制疫情 達至與內地免檢疫通關 是特區政府的頭等大使 強調特區政府願意、樂意、銳意 改示防疫措施 盡量與內地達成一致 令內地有信心相信香港不會成為防疫的缺口 他又指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早前已率團到深圳進行對接會議 討論範圍廣泛 特區政府正等待內地專家回饋意見 經過政府的內部評核後 將會第一時間作出回應 並進行第二次的對接會議 他強調施政報告會是通關為頭等大使 守護大嶼聯盟在2018年舉辦論壇 邀請了各界人士就政府該年的明日大嶼計劃發表意見 有人一度衝到台上搶麥 混亂中時任葵青區區議員周偉雄被揮拳擊中頭部 涉及29歲的美術設計人員的案件 今天在東區裁判法院開庭 被告原本維持否認控罪的答辯意向 為重新考慮後改口表示認罪被判監三個星期 他聞判後多次大聲嘆息 裁判官鄧少鴻即指 誰一路在此嘆氣請保持安靜 鄧官以42天的監禁為量刑起點 認罪減刑至一個月 再考慮控方延遲起訴 和同案中另一被告王家豪的刑期 中判他監禁三個星期 案情指當日下午約三時 人群從銅鑼灣的東角度出發 並遊行至政府總部東役 兩個小時之後 有人有機會就接著舉行的論壇發言 前立法會議員姚松賢當日正手持米高峰 被告周家驊和其他人衝上台用力搶麥 违避分隔不果期間有人叫救命 被告即場被捕 至今年的二月被正式落案起訴 賴定姆老師李嘉盈七年前進行抽之後死亡 涉案的呂西伊慣孝孝之 昨日被裁定一項誤殺罪罪成判囚六年 醫學會會長蔡堅認為判刑對業界有清晰的警告信號 現時有相關的專科屬於整形科 醫生數目不足 他認為抽資手法本來有一定的風險 以往有部分醫療美容事故 是在美容院的寫字樓進行手術時發生 如果有關程序不在醫院進行會較為危險 他認為容許在沒有足夠監察功能的地方進行手術 值得相確 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細雄則子 有關事故發生後 當局已修訂私營醫療機構的條例 規管做抽資等程序的日間醫療中心需要領牌 但修例自規管的處所並沒有規管操作人員 沒有減低抽資造成的風險 形容只是杯水車身 他認為政府應該先定義醫學美容 提出相關的認證和巧合的方法 顯示相關人士的資格再規管不同程序 否則對事件並無幫助 今天的焦點新聞就到此結束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多謝大家